一花以世界,一夜以如来。大家好,欢迎收看佛禅。 今天和大家分享的是,每个人都经历着两种人生。 一种是在表面的生活中生活,另一种是生活在更深层,更真实的内在生活,而从根本上支持我们的是我们的内在生活。 这是一种无法抑制的主导力量,更是决定我们是否快乐的关键因素。 在生活中,一个人若心神不宁,躁动不安,便容易受周围环境的影响。 这个时候,与其做一些毫无意义的改变,不如静下心来,好好反省自己。 正所谓,水才能照万物。 前提是水面平静。 人能看清最真实的自己,前提是心如止水。 一波动荡的水面怎么能照出最真实的容颜? 若是不能戒除内心的浮躁,怎能让心归宁静? 一,静能深会。 清朝三代帝师,翁童苏说过, 美林大士有静气,不信金时无骨贤。 古往今来的圣贤都是大气之人, 他们遇到重大事件时,沉着淡定,举重若倾,应对自如。 美林大士唯有心静方能从容。 司马光砸钢的故事,相信大家都耳熟能详。 那是一个夏天,天气非常炎热,大人们都出门了。 司马光和小伙伴们在后院里玩耍,捉迷藏。 院子里有一口大水缸,缸里装满了水。 有一个调皮的小孩爬到缸岩上玩, 一不小心整个人掉进了缸里去了。 一线出了事,孩子们都吓傻了。 慌忙地在水缸周边绕来绕去,依然想不出什么好的方法。 于是纷纷边哭边喊,跑去找大人求救。 缸又大,水又深,眼看孩子快要磨顶了。 见此情景,司马光提醒自己要保持冷静。 他静下心来,集中生智。 赶紧捡起了一块石头,向水缸砸去。 水缸被砸破了,缸里的水喷出来。 落水小孩也终于得救了。 幸亏在危难之时,司马光没有像别的孩子那样被吓得慌乱阵脚。 而是能够让自己静下心来,沉着应对,才没有酿成大错。 很多时候,人在遇到紧急事情,难免会惊慌失措,自乱阵脚。 但这样只会更容易出错。 比更斯说过,不管发生什么事,都要冷静沉着。 越是遇到越紧急的事情,越要心静如水,沉着应对。 正如有句话说的,水静极,则形象明,心静极,则智慧生。 水面在特别平静的时候,水面上的倒影才会清晰。 而人心在特别平静的状态下,自然拥有便明是非的智慧。 二,心静则明。 林心玄说,当我们的心静下来,烦恼喧哗, 仿佛生命中的污泥,但我们也等待着。 或者会有一朵莲花,一些清纯的智慧,从无明的,未明的角落开启。 莲花出自芋泥而不染,倾听自己的内心,保持心醒,只要心静,烦恼自然会慢慢消失。 我们要懂得静下心来倾听自己的内心,保持心静。 曾经看到这样的一个故事。 说是很久以前,有一个年轻人生活在大山里,他的父母去世之后,他决定走出大山去外面闯荡一番。 走出大山之后,年轻人发现外面的人和自己大不相同。 烫得说话大声,中气十足,而自己性格温和,常被别人称为娘娘腔。 为了摆脱这个不雅的绰号,小伙子开始学着大声说话,大碗吃肉,喝酒。 他开始不打理自己的衣服,凶势自己的头发。 但是后来别人又说他太粗鲁,太野蛮。 于是,年轻人不得不克制自己的行为。 总之,他不断受到四周人评价的影响,不断改变自己,因此换了好几份工作。 他收到过很多人的建议,其中有些是相悖的。 这让年轻人很苦恼,进退两难,也让他在不断的变化之中,疲惫不堪。 为了缓解心中的忧郁,年轻人在一位老者的建议下,去寻找一位禅师解惑。 禅师为年轻人,是什么事让你这般苦不甘言? 年轻人说,禅师,我心里很不安,很困惑。 我不知道该听谁的建议,但我又不能做得让别人不满意。 我心里有很多矛盾在纠结,我现在的生活没有一点快乐。 禅师听了年轻人的话,用睿智的目光看着年轻人说, 如果我给你一盆水,你能从中照出自己的脸吗? 当然可以,年轻人自信地说。 接着禅师问道,那如果我给这盆水加上各种颜色, 你还能把你的脸照出来吗? 年轻人说,染色之后水会变得浑浊,自然照不出我的脸。 禅师又问,如果我把一盆水加热住肺,你能从中照出自己的脸吗? 当然不能,因为水在滚动,而且一直在冒气。 此时的年轻人脸上表现出一副明知故问的不耐烦。 禅师没有理会年轻人的不耐烦,继续问道, 如果池塘里的水是静止的,但是水面上有许多水藻、飘雾,你能从中照出自己的脸吗? 这也很困难,因为有太多的杂物,甚至看不到水面,怎么能照出自己的脸呢? 禅师意味深长地说,你既然这些道理都懂,怎么不能解除内心的烦恼呢? 人的心就像水面,只有在它平静且没有杂物的情况时,才能照应出脸的轮廓。 而别人的意见、评价和建议都是杂物。 当这些东西落进一盆清水里时,你越是震荡,水就越浑浊。 如果你能把这些东西沉淀下来,让你的心平静下来, 你的心就会像盆里的水一样清澈,这样你才能看清最真实的自己。 看到事物的真实本质,知道什么意见该听,什么意见不该听。 听了禅师的话,年轻人凡然醒悟。 我现在明白了,当我的心不静的时候,我会受到别人意见的影响。 看来所有的这些烦恼都是我自己造成的。 禅师说,年轻人,你要记住, 只有当你心静如水的时候,你才能看清自己。 在竞争激烈的环境中,一切都如此现实的, 物于世界里,权力、地位、名利、财富等成为人们遵求的目标。 每个身处其中的人都会觉得生活不易,感到自己的渺小。 这时,你能堆着一盆清水,看着你的脸,回答这些问题吗? 你能做到心如止水,心如明镜吗? 你知道你应该追求什么,不应该追求什么吗? 你知道如何控制自己,不让自己迷失在物欲的世界里面吗? 变对所谓的流行、明星,你能淡定如水,不随波逐流吗? 你能每天静心一小时读一本书吗? 或许,没有多少人能理直气壮地回答,我可以。 因为很多人的内心都缺少宁静和自制力。 老子曾说过, 拙而静之,徐清,安而动之,徐生。 意思是说,谁能使浑浊的水慢慢静止,慢慢地变心扯, 谁就能让平静的生活激发出勃勃生机。 也就是说,即使周围环境再遭乱,只要能让你的心平静下来, 你的生活就会充满生机和希望。 只有当内心宁静,心智才能变得明朗。 只有内心宁静,才能看清自己,坚持自己, 看清别人,看清这个浑浊、嘈杂的世界, 才能轻松地生活,感受到真实的快乐。 今天的分享就是这些, 非常感谢你的收看。 喜欢佛传频道, 别忘记点点订阅。 期待你的留言和转发哦。 在这里,你永远不会孤单。